學校充滿讀書聲、充滿歡笑聲 有最好的同學仔 有好喜歡或好討厭的MISS或SIR 不過基於種種原因 全港有不少校舍荒廢多年 最近規劃處公布183間空置校舍用途檢討清單 將部份被殺肺校重新分配 究竟肺校目前情況是怎樣 是否只得頹換敗雅呢 因為這裏曾經是一大批小朋友一起生活的地方 所以他們回來看這間廢校時 他們都會記得以前的回憶 以前的美好時光 所以廢校往往也是那個地方的集體記憶 馬路之上四周掌滿樹木 在一片雜草之中 有一道半掩的雜門 原來內裡隱藏一間荒廢的學校 這間學校有多久歷史 其實他們從1957年開始醞釀起學校 一直到1964年 他們終於成功建立這間學校 到了2006年 他們因為收心不足 學校就結業了 一直都荒廢到現在 這間學校鳥語花香 雖然荒廢了 但樹木仍然修緝得不錯 很多樹都圍著 沒錯 因為原本那些校友 當間學校就結業了之後 他們仍然回來修編樹木 操場上的籃球架 調肥機 鐵椅 等等玩樂休氣的設施 是昔日學校美好時光的印記 村校的特色 通常都是一層高的嗎 是的 村校都是一層的 還有六個班房 剛剛認識一年班 到六年班就一人一個房 而且這裡很有趣 他們的班房不用的時候 可以打通它 裡面有禮堂 對呀 全部打通了 可以 嘩 蟻斗Sir 這裡一定是電腦房 不過看起來也很新 對呀 其實這裡的東西都很新 雖然荒廢了十幾年 但一直都沒有被人進來 這間學校 是近這段日子 被人開了鎖 然後進來 然後就破壞了 戰後人口激增 村校應雲而生 但是隨著城市發展 收生不足 最終也難逃避 被淘汰的命運 哇 好大棵樹攔住條路 對呀 小心點 咦 看看上面 上面還有這間學校 姓西門學校的校名 不過已經掉了 我們看到姓字 還有那個應該是西字 來的嗎 現在給了一字 對 現在給了一字 咦 地上還有一些 嘩 這些什麼 碎片 應該是 那些學校的名字 碎片 對呀 遺漏了在這裡 可能分分鐘收拾起來 可以拼起來 對呀 在我們前面這裡 我們看到一塊碑 這塊碑 就是這間西門比德小學 成立的校碑 對呀 這間學校原本叫智明小學 那樣挺有趣的 它1947年的時候 已經成立了 那時候在楊小坑那裡 慢慢發展到 到1955年的時候 就被聖工會接收了 因為聖工會在屯門這一帶 他們在傳教 所以在這裡成立了很多事工 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們五年就接手搞這間學校 到58年 成立了這間校舍 他們就搬來這裡 繼續開始學校了 對呀 有校務處的名字 嘩 上面發射得好像水墨畫 也挺有趣的 是啊 這些就是大自然的遺跡 學校荒廢三十年那麼長 校園破落不堪 設施受到破壞 不過就吸引到不少人潛行探險 恆美 這裡以前是班房 現在就空置了 所以有些人就利用這個地方 玩窩遊戲 你看到地上有些BB彈 一粒粒的痕跡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會用這個地方 玩窩遊戲 因為附近有很多垃圾 可以讓他們搬來這裡 就用來做遮擋 做靶子的工作 有個雪櫃可以躲起來 沒錯 這裡還是一個打卡熱點 你看到後面有人在畫些圖片 很漂亮呀 我的眼睛畫得很拱拱有神 拱到我了 其實我看到學校這麼多圖 都覺得不太合適 因為這裡始終都是一個教學的地方 本身有她自己的歷史故事 反而這麼多鬧窄的圖 破壞了原有的宗旨 菲菲是葵聰公立學校的舊生 她空閒的時候都會重遊舊地 以鏡頭記錄歲月在武校走過的痕跡 學校是1952年落成 是區內第一間小學 可惜最後同樣因為修身不足而停辦 荒廢近十年 這裡就是學校紀念堂 是不是揭露這間學校的歷史呢 是啊 這裡其實有很多歷史故事 在1946年上中下三個葵聰村的專文 就籌款就興建這間學校 最重要就是加上軍材學校 就是前身這間學校的校長 他們就再賣了一些組業 再加上那些資金才可以起到這間學校 在1952年的時候才成立 當時還有很多善長人中 我們看到比較熟悉的優德根 富奇敏這些都是 早期的善長人中都是有份捐錢的 這個碑是在1960年代 那時就寫的 看到的字還是很清晰的 當時我們看到華達電影廠 都有份捐錢的 寵沙的電廠 附近還有很多紗廠 那些紗廠都有份捐錢的 當時這裡有什麼針什麼針 很多醬圓 附近確實有一個很大的醬圓廠 學生上課經常會聞到一些醬油味 很餓 感覺上好像很餓 這就是我們的操場 你們的操場也很大 是的 你看到長長的跑步 其實一般村校的特色都是這樣的 但這間更加特別 他們的操場是特別長的 所以那些小朋友 其實有空無聊無聊就在這裡跑步 出了很多運動建章 那你是否運動建章 絕對是 我是其一 這裡還有個Bandboard桌 一般村校都很喜歡 會特別留意到有這樣的設施 有兩張 一張是高年班 一張是低年班 要排隊打 這個就是你的班房嗎 對 這個就是我讀六年班時候的班房 你看到這個就是黑板 以前這裡用木的台階 老師站上去講書 這裡大概有三十多個小朋友 遊走荒廢的校舍 雕齡又破舊 將校園的青春氣息一一帶走 不過校舍見證香港昔日教育發展 唯有希望不要永遠吊空 將來能夠用得其所 其實作為救生來講 我們其實就不是說很執著 一定要保留這個學校的建築 因為作為一個作育應酬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品成一個教學的宗旨 只要是同時一些有關教學的用途 我們都是相當贊成的 高雅 oru子